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必须要认主独一 要知道 安拉有独 安拉独享其尊名与品行 第二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安拉是独一应受崇拜者 所有的仆人都应当崇拜独一当 不允许任何人 崇拜先知 崇拜天使 以及崇拜任何的被造物 第三个问题 要公正的 和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也要公正的相处 有一些穆斯林以敌对的方式 与非穆斯林相处 包括 包括 许多非法的行为 那里面 刚才讲到 不允许 用敌对的方式 和 包括 烧杀强略的方式 和非穆斯林相处 再有 和穆斯林 和这个 我们的相处方式当中 要保持 以及 我们要和 非穆斯林相处的时候 要保持正确的 和非穆斯林在一起 应该要完成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缔结的约定 我们和非穆斯林相处 应当要有 很好的品格的相处方式 我们要诚信地 和他们进行买卖 我们宣传他们 吸引阿拉独一 我们和 Allah 我们喜欢 给侮达的好处 我们希望 非信使 也能够加入 伊斯兰 以便能够得到 我们得到的 福利 我们害怕 非穆斯林 他们将来 要进入火域 遭受刑法 我们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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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 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愿意 欺骗 他们 我们不愿意 欺骗 非穆斯林 我们不愿意 欺骗 非穆斯林 也不愿意 对非穆斯林 是欺诈的手段 我们希望 我们所希望的是 他们和我们一起 能够得到 伊斯兰的福利 那么